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PW》YouTube Channel 时间 又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振迪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 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段时间我们遇上了无比那么大的困难 所以希望大家高抬贵手 如果发现有被退订的话,就重新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了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一说一个流亡了一句话 来了澳洲的一个磨碌 这个磨碌是什么人呢? 就是许智峰 许智峰什么事呢?原来他有做菠萝鸡 他就在他的社交媒体宣布突发请广泉 就是这么说的,澳洲政府正式宣布 向议会提交马格尼茨基法 马格尼茨基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说一说的 说回来,许智峰当然认亲认戚,认屎认屁 他就说 在各方的努力游说之下 澳洲政府正式公布 将在年底向国会提交马格尼茨基法 其实就是制裁法案 让澳洲可向侵犯人权的国家官员 实施制裁 包括冻结资产 终止交易及旅游封锁等等 距离制裁中国 港共暴政又买进一步 他就说 冲心感谢这段时间曾经一起 商讨合作推动 政府立法的各级议员 本地 人权组织以及 公民社会的朋友 当然包括澳洲 本地的 香港人组织 还有各族裔的社群 包括维吾尔、西藏、台湾、中国大陆等等的维权人士 我们连成一线 就是最大的量 澳洲将与我们的朋友、盟友 包括美国、加拿大、美国、欧盟 在内的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 对专制的国家进行全球 民主反击 当然下面的人肯定捧他 谢谢你去议员 辛苦你了 其实他做过什么 其实他出了这条 这样的 Status 即Facebook的论述 都是为了说自己有做事 说回 其实 是不关他事 他说得这么厉害 哎呀 我有份的 我有份跟别人一起的 结果 澳洲媒体就踢爆了 原来 是在野党、工党的议员 持续向联邦政府施压才得到 不关你许智锋事 事实上 就是这个工党要求 澳洲制裁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 后来在很多次游说之下 外长佩欣 这个八婆很恨他 才推类似美国马格 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立法工作 今天报道 澳洲外长佩欣 其实他承诺澳洲联邦政府会推动类似美国 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而且 立法工作已经进行 相关法案通过之后 制裁对象会包括违反人权 以及贪污 以及 网络攻击的外国官员 事实上 去年12月 关你许智锋什么事 等一会我说又不关他事 事实上去年12月 澳洲国会 潮野已经达成了共识 建议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定立类似美国的马格 来刺激人权问责法 以便制裁 侵犯人权和贪腐的外国官员 令澳洲政府有法可以 可以冻结他们在澳洲的资产 以及不让他们入境 说回 这个由潮野 两党共组的 叫做外交国防 以及贸易事务 联席委员会 去年12月 已经发表调查报告 就说 这个委员会 接获了大量的证据 指澳洲有需要立法制裁 腐败的 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 报告就说由于民主国家的财务制度 比较稳定健全 贪腐和 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 往往将资产 放在澳洲或其他民主国家 这个是你说的 我又不觉得 是不是很健全 另外 报告就建议澳洲应该 效仿美国定立这条法律 除了针对贪腐和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之外 制裁对象 也应该包括他们的家人以及 和他们有关的官方机构 以及非官方团体 这项报告就强调 相关法案通过之后 联邦政府有法可以 可以凍结相关人士 以及机构团体在澳洲的资产 以及不让他们入境 根据ABC 我们公共 港博公司 这个澳大利亚港博公司 就提到 国会外交 国防 以及 贸易事务 联席委员会 就获得大量 的陈情 我引述的 他就说关于中国 香港和新疆 以及去年已经有的 这条话 你说什么关给你 关给你 他第一次说这件事的时候 是今年 今年三月 才在大冀院提 虽然不关你事 去年 工党的议员已经有说了 你不要扮演 老板 你不要扮演 而且报道还说 由于联邦政府迟迟未回应国会的建议 引起在野党派不满 你记住是在野党做的 不关你事 你不要在这里认屎认屁 做菠萝鸡 好像工党的参议员 然后 Kimberley Kitchen 他就拒绝 继续在苦等 他就说 我们会自行 起草 一份 草案 而且 在3号已经起草完成 而且向参议员提出了这个 马格尼茨基制裁 议案 并且在当日完成二读 Kimberley 其实 在二读演讲中 说 澳洲必须跟上民主国家的暴法 他强调定立相关法规 目的之一就是要让 侵犯人权和贪污的外国官员清楚明白到 即使他们在上级的保护和授意下行事的话 依然是难逃国际制裁的 这样说 那其实 当然 这个许智峰3月份的时候 你也知道 这个逃兵就来了澳洲 他就跟大忌苑说 说 我已经促请澳洲政府要通过这个 马格尼茨基法的 惩治中共的官员假 这样说 但是人家12月已经做事了 是去年12月 说多一次去年 所以你不要认屎认屁 你的大佬 说回 这个 所谓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是为了纪念 给 他们说是迫白 我引述的就是 给俄罗斯迫白到 个身的一位 俄罗斯律师 马格尼茨基 言兵兵的 2008年11月 马格尼茨基因为试图 我引述的就是全部引述澳洲媒体 是因为试图揭发 俄罗斯警方和犯罪集团的勾结 而被捕 11个月之后 他就在监狱中 就走了 这样 当然 今天宣布要立法的就是我很恨的 外长佩恩 佩恩是个很大口气的人 我经常节目都是 救病于他 暖叉禁闹 又饿死 又暖 总之看上去 很不友善 今天他又说了什么 真是好笑 大家知道现在中澳关系 持续紧张 我们澳洲外长佩恩 就在一次公开 讲话中 拒绝中国提出 重启中澳对话的先决条件 就说 我们不可以满足这些条件的 这样说 你要想想你的同事 这个丹特汉 他已经 发信给中国已经七个月了 都没有人理他 你不要这么搞笑 别人不管你 你不要说 我不理你 我不要你的条件 这样说 根本是暖叉这么说的 说回 澳洲外长佩恩 他就说澳洲不会接受北京方面提出 和中国进行高层对话的先决条件 拒绝满足某些条件 他就在这个 中澳贸易全国委员会 所以坎培拉 年会上发表对话 就说中国已经建议我们 只有在我们满足某些条件下 他们才会进行中澳高层对话 澳洲对于 中澳双边 对话不切任何条件 我们现在不可以满足他们的条件 这样说 其实是什么条件 我也不知道 只是你说的 是吧 不过 说真的 你这些政棍都是暖叉的 加上这个政棍 这个许志峰 认屎认屁扮 其实你出过什么历 最大一件事就是在大冀院接受访问 3月份的时候 你刚刚初到我们这里 然后就说 我们要东促 联邦政府快点立这条 这样的法律 就是快点立这条马甲 来自机发 大家加油 这样说 当然 你的支持者很多都是傻子 就说 许议员感谢你 就说 多谢你Ted 多谢 澳港联 多谢 什么博士 那个博士在这里经常搞事的一个香港人 还说 多谢所有为光复香港努力的人 就有人说Good news,Good news,Good news Thank youTed Let's spread the good news 这个人 就说澳洲真是太亲中了,希望他们可以 做多一步 鼎你呀,澳洲的亲中,澳洲是这么多个 美国 联盟当中最狼死向前冲的 是不是 一些中国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最开心的最好是赶紧回来 赶紧回来 弄到我走音,对不起 很生气,看到这些港离梭梭的 有没有脑子 赶紧回来 那之后呢 有人就说 应该有大批 在澳移民和资产要回归祖国 这样说 你又知道 辛苦你呀,许议员 你看这些傻子 你不要忘记,今时今日澳洲的繁荣 我不敢说 应该是要 完完全全地 中国功劳,但是 中国的确改革开放 不断买澳洲的资源 令到澳洲 现在澳洲人过上这么富足的生活 是不是 这个是丹特汉都敢说的 不过丹特汉,即是我们贸易部长又再说一句 我们都令你几百万人脱贫 这样说 其实呢 我觉得大家都说 一些外交辞令就最好的 是吧 当然 澳洲 不会说什么外交辞令 有人还说 拯救香港十万货交 现在香港最好 个个正是关心电子消费券 不理你这些什么东西 你快点滚吧,许志峰 我希望你连 澳洲的国境都要离开 不想见到你这些人 之后有人就说 就会说,逃犯 你的言论想代表什么 这些是你口中说的国际线吗 唱衰中国大陆和香港是你的行为 天下都知道 破坏和建设有什么分别 就是他说建设,其实就是破坏 相信你这些傻人 又抢人手机 其实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那些人总相信你 其实我也不明白 对不起 真是 只可以这么说 你这只波罗鸡 黏得就黏 去一下什么年中聚餐会 就说做了事 做到什么 你这些人 除了是懂得去 亚德雷德大使馆示威之后 你也做过什么实质 发费网吧 Patreon收钱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